各位大家好 川普总统昨天5月24号宣布了和金正恩的这个聚会取消 他发出了他自己取消的亲笔这个苏涵之后 引起了呢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那么我们首先看在川普总统发出他自己取消和金正恩 在6月12号新加坡的这个川庭会的这个信函之后 大家各方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是一个什么反应 首先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他在白宫发表了一个演说 在这个演说的过程中川普他明确的说到 这一次跟金正恩的谈判 他的取消是世界人民的损失 是金三胖的损失 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损失 因为本来是有一个创造和平的机会的 但是是给三胖用他自己威胁美国的议员 和三胖的实际行为把这件事给搅和黄了 那么川普总统他明确告诉金三胖 美国已经做好了强大的军事准备 在目前情况下 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达到历史上最强大 所以说对于三胖可能产生的任何愚蠢行为 美国会给予云头统计 并且美国已经跟他的盟国 包括韩国和日本已经商量好 给予各方面的对策 不管是军事上的打击 包括是财务上的准备 那川普总统在他这个演说中都明确说过了 我认为这一个专业的军事准备 和与美国的军事准备 实际上是一个专业的军事准备 我说到General Mattis和总统的军事准备 和我们的军事准备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recently as you all know is ready if necessary likewise I have spoken to South Korea and Japan and they are not only ready should foolish or reckless acts be taken by North Korea but they are willing to shoulder much of the cost of any financial burden any of the costs associ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operations if such an unfortunate situation is forced upon us hopefully positive things will be taking place with respect to the future of North Korea but if they don't we are more ready than we have ever been before 那么川普为什么这个这次就下了决心 要取消跟三胖的这个会晤呢 除了三胖他两次到中国来以后 不断地对美国释放很多敌意 尤其三胖他在对韩国和日本率先挑起矛盾之后 他和美国有过何种不友善的言论 攻击美国彭斯总统 攻击美国对朝鲜方面的这个政策 那么包括川普总统曾经派出白宫安排准备他们川京会的一个接待小组 在一个礼拜前到达了新加坡在新加坡等待朝方和他们一起工作 一起安排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会面的各种细节的时候 结果美方国务院的人员在那边等了整整一天 朝鲜方面根本没有出现也没有解释任何他们不出现的原因 那么所以说白宫方面认为那朝鲜是不是他就打算放弃 因此这个朝鲜无论是他的外交方面的准备 还是他前期接待安排的准备 都让美国方面认为朝鲜没有谈判的诚意 加上朝鲜他又释放了很多 他得到新加坡去谈判不满的一些说法 比方说金正恩的那个飞机要飞五千多公里 他那个飞机是一个老的苏联式的这个飞机 这个他的这个安全系数很低 能不能飞过这个五千公里 就是没有过 第二个在这个整个长途飞行过程中 金正恩担心会不会被美军或者第三方军队击落 这是金正恩的第二个安全担心 第三个担心就是新加坡作为金正恩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强大的国兵专机的机队和他的这个安保力量 他想在新加坡把他朝鲜想安排的那所有的安保的这个团队 能够在新加坡能够安排好 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朝鲜没有能力在新加坡做的这一点 这是指三方对他自己安全保卫的这一块他吃不准 那么第四个就是整个金山他复会这个期间 除了美国方面对他有个要求 他的安全保障没有任何一个第三方国家 包括中国都不可能站出来说我们保证你金正恩这次飞行的安全 保证你这次会谈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独裁者是最关心自己的这个安危的 他最怕就是什么 他的飞机在空中被人击落 美军把他击落的可能性是有的 甚至苏联弄不好拍两架飞机把他击落也是可能的 这个都是未知数 那么所以说呢三胖呢他对远赴新加坡 他对赴新加坡这个地点去谈判 他是心里有余悸的 虽然不是很远 但是你要考那三胖的能力啊 他就没飞过那么远 他那架飞机能不能飞到没把握 因此呢逃方不断的释放很多 潮方不满的也呢 那么但是这个地点是双方商讨的 因为川普不可能到北京来 不可能到中国来跟三胖归面 那么三胖也不愿意到日本去 那么韩国川普是完全否认了 没有可能在板门店这种位置 川普来跟你这个三胖谈 所以说在三胖无法寻找他这周边的邻居国家之外 他最后只好选择一个中立的小国新加坡 但是他对他的安保是不放心的 所以这个由于三胖一是担心个人安危 第二个他在去了北京以后 习近平给他打了气 习近平给他输送了物资以后 三胖开始耍流氓 那么他这个流氓耍到最后什么 耍到最后就是搬起石桌到自己的脚 大家都知道这次谈判是你三胖要跟川普谈 川普不要跟你三胖谈 本来跟你三胖就是那么两条路 要么弃核要么等待军事打击 那么三胖如果避免自己军事打击的话 他是希望川普共能给他有一个当面交流的机会 然后他想选择什么 选择就是说对等弃核 什么叫对等弃核 比如说我弃核一部分你制裁解除一部分 我不断的把核设施多消灭一点 那么你呢给我的那个制裁呢都减轻一点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分阶段同步弃核 然后呢托川普的人气 那么川普是不会给你三胖有这个机会的 川普很清楚他今天七十多岁 你三胖只有三十多岁 年龄上川普扛不过你 任期上川普更扛不过你 川普即使年任也还只有六年 而你三胖你可以中政治 所以川普不会等待你三胖 用你的这个时间来托川普 因此川普对三胖的决心是很大的 但是川普他给不给三胖余地呢 他都给三胖余地 所以在川普的这封信里面川普很友好 一是尊称金正恩为委员长 第二个告诉他这一次取消是因为你们释放的敌意 造成了当前我认为在目前的这种敌意状态 我们不便于交代 但是我们随时可以交代 而且我也感谢你释放了三个人质 川普这个信很友好 那么川普这个决定做出以后 在美国的国会和朝野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听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 他第一个讲话他明确就说 整个总统在做出这个决定之间 跟国务卿商量了很长时间的 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在始终讨论着 对三胖是否做出正式放弃 还是说我们继续等待三胖他改变他的立场 最终彭佩奥说说总统拿了决心决定放弃 告诉他取消 这是国务卿他在国会那天听得为他们说的很明白 其次我们看到美国很多议员在这件事情上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们都认为总统取消跟三胖的这个会谈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议员根本就不看好跟三胖谈 谈什么谈像这种小流氓不要去跟他多谈 就告诉他怎么做你不愿意做就等待打击 那么有的参议员他还是相信川普的政策 认为川普应当给这个三胖一个回旋余地 如果他愿意选出和平选择那么给朝鲜人民一个免于战火的机会 所以说他们还是尊重川普愿意跟他谈是这种想法 我昨晚和今天早上都参与了与总统的讨论 显然这最终是总统的决定 我们也确实讨论了接下来可能的情况 如何谈判 这是我们希望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也讨论了我们未来几天几周需要做的事 希望最终我们能重回六个星期 八个星期或十二个星期之前的情景 行政当局内部对此仍有许多讨论 我们要如何往前进展 我相信在未来几天的时间里 我们能更详细的进行说明 我们一直都想过会谈也有可能不会成功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而可能没有机会能够让你好好考虑 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 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么蓬佩奥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表示说 美国方面其实都一直认为这个川经会是存在风险的 很有可能不会成功 那么在川经会即将召开的 这个只剩下两个星期多星期的之前呢 这个被朝鲜方面却不断地散发出这样强烈的言论 蓬佩奥对此也表示相当的遗憾 他们也意识到过去一周事态发生了变化 很明显的这场会谈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认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了 可能朝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可能是其他因素 有时候这种情况就是会发生 我没有很惊讶 我希望我们能继续施压 增加压力与其他有关各方合作 确保朝鲜停止活动 这是美国几方议员 他们做出的反应 当然有很多反对者 这些反对者是来自哪里 虽然中共没有外交部门明确表态 但是这些反对者是表达了中共声音 就说什么 你看啊 人质也放了 这个风气里的核设施也炸了 你们现在川普变卦了 对川普的这种指责都来自于什么 是中方他们给川普挖了坑 他是告诉你 你看人质放了释放了三亿 第二个风气里的核设施炸了 人家也是这个释放了三亿 你现在李川普变卦了 其实大家都看到 放人质是蓬佩奥跟三胖经过反复交谈以后 三胖为了表达他自己的善意 他主动提出放了三个人质 风气里炸这个核设施也是三胖他自己在跟文在寅见面的时候 他自己宣布的并没有美国对他提出这个条件而核设施去轰爆炸 我们看到他整个这个爆炸这个过程第一他拒绝了任何南韩记者入境 为什么因为南韩记者会讲朝鲜话南韩记者去可以更多的取得各种信息 所以他们在最终决定观谋团的时候南韩记者是不能入境的 那么除了南韩记者不能入境其他几个国家的观察入境的人是谁 只有记者没有专家 而且记者们是一进入平党就马上把他们自己所有测试 核设施的这些测试衣全部收掉 把他们所有的录音录像和转播的设备收掉 只给他们留下手机或者个别声音记者有照相机 然后由操方指定的人把他们带到指定的场所 给他们就拍摄了所谓爆炸的场面 那么这个爆炸的场面其中有一个坑道被打开的时候 有一个上销他跟这个记者们讲 那这个坑道我们也可以随时炸掉 同时把这个记者呢放在一个观摩的一个上销 这个观摩台上这个观摩台和观摩台的道路都是信修的 让记者们在这拍摄到他们所谓这个爆炸了 风系里这个核设施力这个现场的图片 我们抵达了圆山火车站准备登上这个前往核实验场的火车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看火车站和专列 我们的拍摄就被朝风叫停匆匆上了车 先开后面呢是一块厚厚的遮光布 看起来呢像是为这一次的旅行而临时加装的 朝鲜外务省的官员在我们登上列车之后的第一时间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呢 就是在沿途绝对不可以掀开遮光帘进行拍摄 当地时间的早上8点20分我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朝鲜咸境北道吉州郡丰西里的朝鲜北部核实验场 我身后呢就是朝鲜北部丰西里核实验场的2号坑道 那从2009年到2017年朝鲜一共在这里进行过5次核实验 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洞口里面呢已经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爆破的准备 我们了解到今天朝鲜将会在这里把包括2号坑道在内的一共3个坑道内部的部分区间 以及所有的入口进行爆破废弃处理 除了2号坑道以外呢 实验场里面还有两条备用的坑道 朝方表示呢这两条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过任何核实验 像我手边的这个4号坑道啊就是准备用来为将来更大威力的实验而准备 这天朝鲜一共炸毁了三条坑道 除了允许记者在坑道入口处拍摄之外 为了让大家拍摄到爆破的瞬间 现场在每条坑道对面的山坡上临时搭建了亮望平台 而且给记者留出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记得多年前在朝鲜工作的时候 很少能够在重大活动的现场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核实验场的山路崎岖 那在不同的坑道之间呢只能是靠徒步来往 现场的朝方负责人告诉我们说 在多次的核实验当中 这里并没有受到核辐射的污染 也没有造成环境的任何的影响 但是他并没有公布现场核辐射量的一个具体的数值 并且在我们外国记者入境的时候 扣留了我们携带的所有的核辐射测量仪器 那么山坡表达什么呢 表示他好像他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姿态 他炸掉了他的核设施 他弃核了 是真弃核吗 他这个叫故伎从事 当年他爹就玩过这一套 十年前他爹就曾经搞过一次 在朝鲜临边地区去爆炸核设施 请国际观谋团 甚至请美国的那个观谋团 都在现场进行观谋 他玩过这一手 那当时很多人也很高兴 觉得哟 这个二胖 金二胖啊 金真日 他真的向国际社会表达了这个契合的姿态吗 但是嘛 耍你嘛 仅仅在他上一次临边核设施爆炸不到三年 朝鲜他永和的能力是他原来爆炸之前的十倍 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朝鲜 他都是装模做样做做样子给你看 他炸掉那几条可能都是废弃的坑道 他给你搞的东西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朝鲜今天下午炸毁了宁边地区核设施的冷却塔 以下是本台记者从朝鲜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二十八号下午四点零五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五点零五分 随着一声巨响 位于朝鲜首都平壤一百公里以外的 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轰然倒地 朝鲜方面专门邀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六方会谈 其他五方参加国的电视媒体到现场 全程记录了炸塔的过程 另外呢朝方还同意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外交官金城 到现场实地观察观看了炸塔的这个过程 出于安全考虑呢朝方从安排媒体和有关人员呢 在距离现场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坡上 进行了实地的拍摄和观看 那么在爆破实施之后呢 朝方又带领记者和其他的相关人员 来到了炸后的这个现场 实地进行了勘察 所以三胖这次玩的还仍然是这一手 其实三胖他们已经准备把他们大量的核设施 转移到嘛跟中国交界的一个大山里面 转移到什么大山里面我们来看啊 平港他已经准备把核武器转移到中国交界的 叫慈江道的一个大山里面 这个地方什么这个地方98%都是高纬度的山区 是藏核武器最理想的地方 卫星是观察不到的 因为他这个地方极端的偏僻 纬度很高 同时他的地形十分复杂 那么在这个山区里面 他选了这个藏核武器的地方 即使是卫星都非常难定位 因为这个大山里面有高度密封的设施 平壤把核武器藏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暂时冻结他的核武项目 这是这个平壤他选择到慈江道来转移他的核实 那么慈江道这个山是金日成那一带就开始在里面开挖的 他有大量复杂地下秘密的隧道 这些隧道其中有通往中国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到必要的时候 金正恩和朝鲜的高级领导人能通过这个慈江道的这个里面的大山 能够通过这个秘密通道能逃往中国 这任何独裁者都给自己早就留好后路的 留好逃生的路的 而中国始终就扮演着这种接纳这个独裁者的角色 那么平壤国家安全部在前两个月每个月都召开会议 讨论要把慈江道变成叫什么先军革命特区 这个所谓先军革命特区就是要设立检查站 控制人员控制这个地方的所有闲大车辆的禁书 同时对当地的人口进行登记 对他们进行国民主义和政治主义教育 然后控制当地的居民的思想 在川普发出这个声明以后朝鲜着急 朝鲜一反常态 过去一般来说朝鲜碰到的时候都会派他们那个播音员 要义正词员地驳斥美国咒罢美国 但是这次是什么这次一反常态 朝鲜在得知川普取消了川经会之后 赶紧通过他们国家的外交部门 不断地发出就是朝鲜愿意随时 跟川普总统坐下来立即开始谈判 不断地表达三望想跟川普谈 那么在三望讲了这个话以后 也就是今天5月25号川普呢针对朝鲜 他不断地提出希望川普回心转移 希望川普能够仍然继续川经会 仍然要给三方一个会谈的机会 这种强烈愿望之后 川普在5月25号他呢再次这个发表他的这个推特 他表示北朝鲜愿呢仍然在沟通和商谈 不排除6月12号这个川经会呢 又继续举行的可能就是川普松口了 同时川普在5月25号就今天一大早 他的推特里面写道他呢收到了来自朝鲜 具有建设性积极性的一个回应 他说呢这个回应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啊 叫good news啊 然后呢到接下来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呢 究竟是走向长久的持续性的繁荣和和平 还是仅仅这就一切都是演戏 这是川普他认为就是接下来要观看 究竟是能不能永久契合走上长久的繁荣和和平 还是说你三方继续在演戏 时间和上帝能证明一切 也就是川普对这个情况看得很清楚 他绝没有轻易的去表态 他只是告诉你朝美双方仍然在沟通和商谈 就说见面的大门川普没有把你堵上 那么川普他讲的这个话都是什么 让三胖给三胖留有这个继续会谈的余地 但是经过这个回合以后 川普的决心和三胖的底气已经完全不同了 因为川普现在可以摆出一幅我不想谈是你要我谈 但是你应该释放的第一那咱们就不谈 现在等到我决定咱们不谈以后 你又着急了你又非常想谈 那非常想谈可以啊 谈就是这个结果永久性的契合 否则否则就军事大器 我觉得川普现在没有必要跟三胖再去谈什么 分阶段了这个然后给你多少物资支持了 然后你弃掉一部分我们检查了 然后根据这个结果一步一步来了 川普七十多岁等不及啊 川普这任期还有两年啊 下一个任期还不靠谱呢 能不能选上不一定呢 所以说这个任期就在这了只有最后两年了 因此在川普他那个任期之内 三胖你得把河弃得干干净 川普说了他们非常渴望召开朝美双方的高峰论坛 他说我们也希望开啊 我们没说不想开啊 但是我们开是需要把大家都带着诚意来开 而不是来来玩游戏 所以川普这一次做出的这个决定 是很好的对三胖他耍弄川普给予一个回击 那么三胖之所以敢一二再再二三里去挑衅川普 那么这一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清 中共在里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川普对整个否决传经会对中共将会有面临的三方面的重大打击 哪三方面我来跟大家说 第一个是中共他现在面临的这个破坏和平的指责 川普直接剑指中共 就是说金正恩五月七号和八号第二次访华以后 中共不断的跟美国常反调 同时多次提及朝鲜无核化要分解案行动 反对美国的快速聚合和先聚合后补偿的方案 同时不断的要求美国你要跟人家和三胖相相而行 这是中方的反应 同时朝鲜他直接私下和平的面插 对韩国和美国发出强硬的态度 不仅突然宣布朝韩两国的高级会晤立即取消 而且对原来三胖完全接受的美韩的军事演习 他现在给予抨击 因为美韩军事演习三胖 所以他现在开始大家的发探美国 并且就美韩军事演习的问题当做借口提出 他要重新考虑跟川普的见面 这是第一个对中方的打击就是整个世界和平和川军会 这一次很好的谈判是被中方在里面破坏的 是来自于三胖两次到北京以后产生的一个恶劣的结果 川普取消川军会 他直接就是把这个见刀对着中共 因为川普对中共势头打破 本来是美朝韩他们三方会谈自己强行要加入 要在里面显示中方在这个里面有监制局面作用的这个角色 川普显得十分不满 因为本来就没你中共什么事 是你在里面搅和你在里面残悔以后让事情复杂化了 三胖他连着两次去北京以后 这个中朝关系的转化和中国在这个里面 不断的在里面不火不挑动是非以后 使得三胖他对美国的态度的变化 对韩国的态度的变化 这都来自于北京方面 与三胖在背后他起了恶劣的作用 同时中共不断的诉讼大量的物资给三胖以后 让三胖第一找到他自己破坏会谈的这个底气 第三个在长期被制裁的这个情况下 他现在因为有中方诉讼大量的物资 他已经缓过起来 他不在乎你美国人你对我封锁 你封锁不住 你美国不给中国给 所以说网上有个段子 川普损失了几条推特 韩国损失了几碗冷面 这个三胖喝了几次茅台 习近平损失了五千亿 传说出五千亿人民币 那么也就是你可以看到 中国总是在扮演这个里面 人家讲中国总是扮演最傻最愚蠢的角色 所以说我说过就是推翻中共 现在叫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人和作用最重要 而人和来自南云 除了美国除了有川普中国 最重要中国除了一个傻瓜习近平 那个挑二百斤卖着十里不换钱的傻瓜 他除了自己去炫耀他自己读过那几本书之外 他自己没脑筋 由于他没脑筋 他做的所有事情都逆世界潮流而动 那么一会儿终身置楼 一会儿什么的 一会儿要什么摆他习近平选集了 一会儿要别的人只能去读他习近平的书 房间里面只能挂他习近平的像了 他就每天搞这些东西以后最终习近平 他的这个思维就完全僵化 他每天就满足于别人对他崇拜的这种陶醉 他所出的招都是错招败招 所以有习近平这个傻瓜 那么金正恩跟着习近平一块儿玩 一定很快这两个人都完蛋 那么传军会取消对中国形成的第二方面的压力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于中共面临着美国对朝鲜动作的压力厚的复杂的国际局面 大家要知道如果美朝首脑这个会晤完全跑堂 一旦朝鲜和美国它这个里面的形势继续紧张以后 美国如果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不管是定点斩首金正恩这个金家王朝完全倒台 还是说原来对立这个局面回到时台的原点 美国大幅度的大面积的军事打击 一旦金正恩金家王朝垮台之后 大量的朝鲜难民会完全涌入中国 同时美军会踏上朝鲜国土 美军踏上朝鲜国土是一个什么后果 也就会朝韩两国会和平统一 而和平统一以后一定是韩国用民主化的这种方式 来从此以后在整个朝鲜半岛变成民主化社会 而这个民主化社会里面的实施是美国在监督之心 这就跟二战之后的日本一样的 由美国驻军在整个朝韩 然后由韩国政府以及韩国现有的这个民主秩序 来对朝鲜进行民主化改造 那么最终朝鲜半岛会形成统一的完全的一个民主化社会 那么这对中国的打击什么 就中国从此失去朝鲜这个能够为虎作传的这个屏障 同时大量的朝鲜难民在金家王朝垮台以后 他们内心恐惧他们害怕万一被美国人欺负 万一被韩国人欺负 因为长年以来的洗脑 这些人已经完全不相信美国不相信韩国 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就是来杀他们的就是来侵略他们的 所以说如果金家王朝被美国人定点打击以后 大量的朝鲜难民会跑往中国 那么中国要应付这么多难民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经济负担 同时这些人到了中国以后会制造新的社会动乱 这些社会动乱的产生都有可能波及到中国现今社会 底层人民对中共这个政权不满 引起政权的更动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因为押护江派已经再也不是一个帮助中共为虎作传的金家王朝 而是强大的美国军队 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如果是美国动手解决朝鲜后 那么中国就是四面首帝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菲律宾也好 包括泰国澳大利也好通通都有美国的助金 美国一旦动美国所有在这些国家的助金全部会动起来 而且这些盟国都会配合美国的行动 这时候中国在跟这些国家里面的外交局面军事局面 全部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尤其中国的南海问题会导致更加的军事紧张 有可能在南海就会插枪走火 那么川军会取消所可能产生的第三方面对中共的这个压力 来自于什么 中共从此就失去了朝鲜这张牌 尤其是中国对美贸易 它失去了朝鲜这张牌以后 它这个跟美国讨价玩家的余地就没有了 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跟美朝首脑会谈这个一直在交流的过程中 发生了中国和美国的之间的这个外贸争端 那么在这个外贸交谈的过程中 中国总是打出朝鲜这张牌 让美国感觉到要希望中国能配合美国来解决朝鲜问题 所以说对中国的很多外贸施压方面 川普是给予一定的忍让 一定的让步的包括中兴问题 那么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中国能够跟美国一起同心协力解决好朝核问题 所以说有朝核存在有朝鲜存在 中国可以打朝鲜这张牌 来跟美国讨价还价谈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如果根本没有朝鲜了 中国这张牌不存在了 那就是中国和美国单独面对的问题 单独面对的问题 美国再也不再考虑你中国需要依赖你中国 去怎么帮助美国来制衡朝鲜 甚至美国认为所有我们在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 你中方是罪魁获手的时候 对中国它的这个外贸打击只会更大更烈 因为美国它不需要跟你中共讲 我就是要摧毁你的政府 我就是要解除共产主义 我就是要让你习近平这个政党执政下台 不需要讲 而是只要做 只要美国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开火中共 只要美国的证券业保险业金融业在中国生根开花 只要中国和美国对等的贸易 只要这个贸易逆差的两千亿 中国立即要给你消除 那么中共除了完蛋除了报废的没有任何路可走啊 如果美国这样做除非中国不答应 不答应罢了不答应就制裁 制裁的结果是什么啊 是中国它现在它所有的互联网和中国现在的自由工业 它根本没有能力支撑整个中国现在庞大的行政的这个电脑系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方如果跟美方去谈 那就要答应美国的条件 而美国的条件是要求把互联网开往中国的 它并不是讲说你把那个防火墙拆掉 不需要讲防火墙 只要我美国的互联网企业都到中国去扎根 谷歌来了 Facebook来了 推特来了 YouTube来了 这些全部来了以后 他们只要自由开放的市场 每个网民可以自由上网 你觉得中共它过去的所有的罪恶还能掩盖吗 那么这个时候大量的不知道真相的人 就会知道真相 知道真相会怎么样 那也就是看多少人上街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14亿人只要7%的人上街 七千万是个什么规模 七千万人可以把中国所有的主要的省会城市 所有的广场日夜也站满的人 不要多站可能24小时 可能48小时中共这个整天就报废了 你要不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因为那些没有经历过八九的 不知道整个街头运动是怎么回事的 你先去看一看历史的片子 如果你看不到历史 那么我告诉你 历史会告诉未来 很快中国会再现我们伟大的八九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